当今世界职场中的一个大的特点 是职业化的趋势 职业化 什么职业律师 职业会计师 职业教师 职业作家 职业经理人 职业 这里的职业 一个意思呢 就是它是萌生的手段 你要养家糊口 你要离生安命 你要生存发展 就这个行大 再有呢 职业就是要经过职业化的训练 你要具备基本的 或者说比较高的职业素养 这样一个岗位 职场职业 职业化 职业化的训练 我曾经在一个大的企业 授准他们做企业文化的资讯 这个大企业 企业文化搞得比较好 他们的企业文化中 有一个重大的动作 就是进行职工的辩论赛 我有幸担任了半决赛和总决赛的点评 参加决赛的几个队 一看 有的队是经过职业训练的 有的队压根就没有训练过 比如服装 有的队它是统一的 有的队它乱七八糟的服装上去 再有 执事 辩论赛上升不能大的晃动 我们讲课可以很大的晃动 动作可以夸张一点 清华大学的张小豪教授 他动作非常夸张 他整个演讲像跳独舞一样 一会儿这样子 一会儿这样子 一会儿这样 他整个非常夸张 辩论赛不能夸张的 上升不能晃动 一般动作手势比较小一些 有的像中央电视台 播音员的那种动作比较小 这也语言要比较规范 辩论赛的队员呢 他的语言要规范 不能够有挑剔性的 讥讽性的 侮辱性的语言 比如你不能说 对方变手 你们层次怎么这么低呢 连这个都不理解 你们太差了嘛 你们怎么这样 这语言在辩论赛中就没有 就不应该有 那我们说 经过职业化训练的 辩论赛的队员 和没有经过职业化训练的 辩论赛的队员 那大不相同 我们教训如此 比如我们讲 一个教师 学高为师 得高为范 要讲究 教学 演讲的 教书育人的方法和技巧 这比如 我们的管理也是如此 有道是管理管理 要管理有道理 要讲管理的流程 我们打仗 我们打仗也是如此 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区别在哪里 游击队他是打灯就打 打兵就跑 而正规军呢 正规训练过 他有作战计划 未成行兵 先要找好退路 兵马未动 两朝要先行 这叫正规军 同样 我们职场中的人 也一定要经过职业化的训练 在职业化的训练的诸多项目中 我们认为 幽默风趣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换句话说 职场中的各类人士 特别是我们职场中的营销人员 办公室人员 管理者 经理人 你要想获得经营管理的成功 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幽默风趣训练 掌握幽默风趣的一般的技巧 当然 这就要说一下了 这个训练也不是我们想象那种 比如我们看有些特性演员的训练 就扮演毛泽东的 扮演周恩来的训练 下面若干个毛泽东 若干个周恩来的特性演员 有的训练那就不同 拍手 一大大二大大的动作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 那种训练不同 那个训练可以这样子 我们幽默风趣训练 你不能像训练特性演员的 幽默风趣一大大二大大三幽默四风趣 不能那样的 幽默风趣非常神奇 但幽默风趣并不是一切 幽默风趣非常神奇 幽默风趣可以获得一切 我今天一天的时间 给大家汇报三个问题 第一 幽默风趣的魅力 第二 掀起幽默风趣的盖头 第三 修炼幽默风趣的技巧 我们欣赏幽默风趣的魅力 我们掀起幽默风趣的盖头 我们修炼幽默风趣的技巧 第一 欣赏幽默风趣的魅力 我们都说幽默风趣 非常神奇有魅力 魅力在哪里呢 我们看它有十大魅力 魅力之一 人之为人啊 就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有幽默风趣 你听说过 山石填图 一块石头 它会幽默吗 你听说过动物会幽默吗 你听说过植物会幽默吗 我们都没听说过 幽默风趣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 所以我们讲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他有幽默风趣 换句话说 你没有幽默风趣 你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人 两个意义上的人 人们需要 人们需要幽默风趣 就如同人需要阳光 空气水 人们喜爱幽默风趣 就像老鼠爱大米 幽默风趣 幽默风趣与人相伴终生 伴你走到天涯海角 伴你走到地牢天荒 伴你走到人生的尽头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 一个单位 一个家庭 一个人 需要幽默风趣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恋爱 我们过日子 需要幽默风趣 伟人 凡人 男人 女人 外国人 国内的人 美人 丑人 需要幽默风趣 过去 现在 将来 永远 都需要幽默风趣 所以 有人形象地说 没有幽默风趣的人 是一尊雕像 没有幽默的语言 是一篇公文 没有幽默风趣的家庭 是一个旅店 没有幽默 感觉城市 有如一座煎牢 没有幽默风趣的生活 他非常的灰暗 沉闷 没有友爱 没有希望 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 不能幽默的时间和空间 有的国家 就是夫妻双方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 就是在亲朋好友 为亲朋好友 送账的时候 也会忧伤一幕 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 完全不会幽默的人 幽默风趣是人的本性 是人的本能 人之所以为人 幽默风趣 有一位西方的责任说得好啊 幽默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我们人类需要它 很重要的在于什么呢 在于幽默风趣 能够改变我们人一生 人为什么要生活 为什么要生存 人生存生活有什么价值 人怎样生存 怎样生活 你对生存生活的 观点是什么 看法是什么 我喜欢什么 我反对什么 我赞成什么 我讨厌什么 我追求什么 你希望获得什么 你选择什么 你放弃什么等等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生观 价值观 显然这些东西 都与幽默风趣有关 幽默风趣影响 一个人的生活 工作 你对朋友 对单位 对客户 对价值 对美仇 对好坏 对世界的根本态度 根本看法 不少人在绝境中 但他乐观幽默 还能积极进取 不断的奋进 获得成功 一个失败多次的 幽默风趣的人 会自我调侃地说 成功就是 屡战屡败 屡败还要屡战 成功就是 挺一挺就过来了 成功就是一次次的 打开沉重的生活之门 成功就是爬起来 比跌倒多一次就行了 虽然幽默不一定都能成功 但成功的人士 大多幽默 马克思和恩克思很幽默的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 他们也能保持 至极幽默 保持对敌人蔑视 和自己乐观主义的精神 马克思当时很穷 他是肯烧饼写资本论 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他没有忘记 像经济非常富裕的资本家 恩克思要钱了 写信要钱 快寄钱来吧 再不寄钱来 我们个人友谊就断了算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走着不同的道路 挑着不同的人生重担 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 哪个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们可以选择看书 静下心来 选择看书静心 可以选择旅游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想想美好的日子 舒心 可以选择幽默风趣 开心 以幽默 以微笑 来面对人生 改变我们人生 你痛苦悲伤 也是走完一生 你幽默风趣 微笑也是走完一生 我何不幽默风趣 潇潇洒洒地走一回呢 有人说 曾教授 你在这个份上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的名誉 你的地位 你的经济 基本上都有了 你当然要说这个话呀 要消散走一回呢 其实不然 幸福的家庭 都是相同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鱼对水说 你之所以没看到我流泪 是因为我在水里 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要说 上层的幽默 是骨劲的维生素 是胶剂的溶化剂 是智慧的推进器 是哲理的播种剂 人们需要幽默风趣 人们一生虚余 不能离开它 当你的事业成功的时候 你需要幽默风趣 当你的事业 遇到阻力的时候 幽默风趣给你 良好的心态 让你释怀 当你的情感 遇到挫折的时候 幽默风趣 是有效的溶化剂 缓解矛盾 一笑敏仇怨 当你健康欠佳的时候 幽默风趣 是最好的开心药 使你消除紧张 驱除病痛 使生活多一点情绪 所以我们讲 幽默风趣 是社会生活的必备礼品 是活跃社交场合的 最佳的调料 当今时代 社会在进步 在发展的同时 我们感到的 竞争压力很大 我们可以用幽默风趣 来排解压力 缓解压力 用幽默风趣 开放自己 使精神超脱城市的 种种烦恼 所以我们要说 幽默风趣 改变人生 创造人生 幽默风趣 就是人生 女作家王小柔 有两本书很有意思 一本书叫什么 把日子过成段子 另一本书叫什么呢 都是幺蛾子 在书中王小柔女士 她说 不仅仅是在相生 小品中有段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就有许多的段子 实际上 我们的生活 本身就是 一个个的段子 或者说 我们的生活 与段子 有着纠缠得 难解难分的 一个个的段子 比如 与性有关的黄段子 与政治有关的红段子 带有恐怖色彩的 黑段子 等等 这些个幽默的段子 操作性极强的培训课程 问题能否解决 改变是否发生 是衡量我们课程效果的 唯一标准 敬请关注知名培训师课堂 魅力之二 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指的是矛盾双方 矛盾的多方 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 它标志着自然界内部 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 诸多要素 它们达到一种均衡 稳定 有序 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 我们今天一个认为的话题 叫建立和谐社会 其实还有和谐企业 和谐医院 和谐学校 和谐农村 和谐机关 和谐家庭 一切的一切 和谐是最美的 因为它最协调 问题是怎样和谐 有一种方式叫做救火式的和谐 救火式的和谐 怎么救火式呢 出现了矛盾 出现了纠纷 出现了问题 出现突发事件 我们就去救火 去扑灭野火 去解决 到现场 消极 疲于奔命 另一种和谐 是通过发展求和谐 沟通求和谐 协调求和谐 通过我们的数字求和谐 通过预防求和谐 通过我们的幽默风趣 去求和谐 那么这是一种积极的和谐 把矛盾 把纠纷 把冲突 消化在萌芽状态 在积极的和谐中间 我们非常看重幽默风趣 整个社会 整个企业 整个家庭 整个医院 大家相互一笑 这不和谐吗 特别是我们今天 处在多事之秋 社会的转型 体制的转轨 思想的转化 政策的转变 矛盾的多发 事件的突发 冲突的偶发 更需要我们大家 多一份幽默 多一份风趣 多一份笑容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 我们的幽默风趣 美丽之三 家庭和谐 家庭和谐非常重要 它直接影响 我们职场中的每一个人 哪怕你是高管 高级领导人 哪怕你是一般的员工 你家庭出了事 你后院起了火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学习 你的进步 都要大打折扣 朋友们 我想问一下 家庭和谐家庭和谐的多方面构成中 它有夫妻之间 父母之间 母子之间 父子之间 婆媳之间 兄弟之间 姐妹之间 有最诸多的关系 诸多的和谐因素 你们认为 这诸多的关系中 最重要的应该是哪一种和谐 最重要的是哪一种 最重要的 很好 这位先生说得很好 我们给他点掌声 诸多的和谐中 夫妻和谐是最重要 最重要 是核心的和谐 那 当今社会 有一个现象 非常突出 什么呢 离婚率越来越高 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 是社会的进步 还是与社会进步相反 这个东西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现在是人者也见智 智者还见人 我今天不评价 这个是离婚率高 是社会的进步 还是与之相反 但是我们探讨的是 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是什么 诸多的原因 有哪些 他最开始的 起始原因是哪些 是没有爱情了吗 真正没有爱情基础的 又不能在一起 过日子的 就有如守着一潭 死水 时间越长越臭 由于真正没有爱情的基础而离婚 这个问题我们另当别论 我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许多离婚的原因 并不是没有真正的爱情 很多是有些鸡毛酸皮的小事 双方一赌气 离婚了 破裂了 不和谐了 而这种家庭 夫妻双方的不和谐 它是核心 它影响其他的不和谐 它对孩子 对兄弟 对亲戚朋友 它影响很多的不和谐 小事一赌气 就分开了 所谓爱朝足旧 虚实日 劳烟纷飞在一旦 原因在哪里呢 有人找到一个很有意思原因 叫什么 都是长假惹的祸 谁叫你放长假 五一长假 十一长假 春节长假 长假过后 你看 一个现象 离婚率直线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 据报道 一方面是 双方感情早已破裂 但彼此商量好了 现在要过节了 我们双方和和气气地 过个年吧 以免节日给亲朋好友 带来不愉快的心情 第二是 节日亲朋好友期间 来往频繁 应酬多 导致夫妻双方关系破裂 婆媳关系紧张 或者是因为节日 酗酒过多 激化了家庭矛盾 这又平时 婚姻本身就摇摆不定 到节日以来 亲朋好友 支持下 做出离婚的决定 有人认为 平时夫妻娘上班 早上班 晚下班 夫妻娘有距离 距离产生的魅力 长假一来了 七天 大家面对面 face to face every day 天天face to face 两人面对面的 在生活的显微劲下 看到的缺点多了 一赌气 走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 离婚率高 更与有个东西有关 什么东西呢 有人把它叫做 金装版 瓶装版 什么叫金装版 瓶装版 丈夫或妻子上班了 上班之前 丈夫妻子你看 刻意打扮 描眉 口红 拔粉 西装革履 头发弄得很好 刘海都弄得很好 刻意打扮上班 或西装革履 或粉带青丝啊 男女上班 整个是个金装版上班了 下班回到家里了 反正在家里嘛 衣装服饰 言谈举止 都是一个瓶装版 剪装版 殊不知 出事就出事 都是在这个瓶装版 剪装版上 你想一想 上班过后 丈夫的金装版 给谁看的 给除了妻子以外的 其他女士看的 而妻子的金装版呢 上班呢 是除了丈夫以外的男士 一个人看自己的 女士的金装版 回到家里面 丈夫成天 手中一个瓶装版看 出外看到人家的金装版 这不出事吗 金装版 瓶装版 那这个金装版 瓶装版是什么 只是这种苗眉吗 只是这种花装 西装革履吗 还不完全是 这只是形的金装 瓶装 还有神 形神皆碧 才是真正的金装 这个神是什么 你肚子里面东西吗 你有知识吗 有品味吗 有层次吗 你有点幽默感吗 你会不会风趣两下呀 有人做了调查 有人做了调查 幽默风趣的双方 更加和谐 分到扬镳的概率 要小得多 这种内在的素质的外化 就表现在双方的 和睦相处上 这个结家人长假 家人团聚 本来是增进感情的大好时机 但离婚率反而上升 这说明现代社会 家庭成员之间 平时缺乏沟通 情感上稍微出一点矛盾 就容易计划 我在演讲沟通协调的时候 我就讲到 家庭里特别是夫妻双方 要多沟通 而且要幽默风趣的沟通 亲戚人家是越走越亲 夫妻双方是越沟通越爱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到民政部门去打离婚 接到半次处的同志就问他 吵架了吗 问他们双方吵架了吗 没有 打架了吗 没有 红杏出墙了吗 没有 这没有那没有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都去离婚 妻子哭了 对丈夫说 你真没良心啊 我对你哪一点不好 你说说看 我对你哪一点不好 你说说看 你还提出离婚 妻子一边哭一边疏落 早上我先起床 洗衣服脱地板 煮早饭 牙刷 我把牙膏挤在牙刷上 送到你手里 水果削了皮 递到你手里 几年了 我都这么过来的 我对你这么好 从来没说过你一句重话 你要怎么样 你到底怎么样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有离婚 你哭了 丈夫不说话 民政部门的同志就问这位丈夫 你妻子说的话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实话 丈夫点头 她说的都是实话 她对你好不好 好 她对你爱不爱 爱 这不就结了 那你为什么还和她离婚呢 丈夫无言以对 闷了一阵才说 就是因为她对我太好了 因为有时候我真想和她吵一下 这可能是一个个案 但是她的确存在 有人说过分的爱就是伤害 机型的爱就是离爱 妻子听了丈夫的话大吃一惊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是什么 就是早一点多一点沟通 而且要幽默风趣的沟通 对双方愉快地接受的沟通 实际上 实际上夫妻双方沟通啊 都是有责任的 我们特别提出 男士 丈夫特别应该有责任 有些人认为 睡觉不理另外一方 要么自己看电视 不理对方 要么自己就上网 一网上那个他 说大话 说假话 说空话 说废话 打劲 骂叫 故作精准状 要知道这种神圣霸 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 当然要是你把幽默风趣 相反的东西 与幽默风趣相反的东西 带回家 造成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的心理学家分析 在所有的婚姻中 不幸的婚姻 大概占到58% 而破坏他的魔鬼 就是不理解 不宽容 非难 责怪 俄国一个文学家 大文豪 大家听说过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就是因为承受不了 他妻子的埋怨指责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夜里 离家出走 而后 刻然尝试在 一个铁路的小镇上 一个世界文学巨匠 就这样死在妻子的 不宽容的指责中 悲兮惨兮 哀兮叹兮 悲惨兮 思想 如果这个文学巨匠的妻子 有幽默风趣的素质 当然 托尔斯泰本身也有幽默风趣 一起幽默风趣 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所以我们 提倡 把幽默风趣 从职场中 还带到家 从家带到职场中 要习惯于 把幽默带回家 要养成这个习惯 用幽默风趣来感染家庭的每个成员 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